請來民建聯的張國軍來到直播室這個位置 你好 張議員 你好 根據新的選舉制度 其實大家都預測 接下來的建制派會佔大多數 再加上可能接下來又有些新的黨派武器 你覺得未來建制甚至是民建聯怎樣在這裏突圍呢 當然我想在過去在議會裏面 建制派其實你擔當就是一個同反對派 在議會一個抗爭的角色 你怎樣去防止他們拉布 濫用意識的規則程序 阻礙會議進行 其實不是很多時間 是真真正正用在討論一些社會政策的地方 所以我相信在完善了選舉安排之後 將來議會其實是會多些時間 被我們政黨聚焦 去研究一些解決社會問題的政策 所以怎樣去提升我們自己的議政的質素 令到我們在社會政策方面有些更加深入的研究 甚至是要拿出來在社會覺得是比政府提出的建議更加好的 大家去解決問題的 我想這個會是我們未來發展的一個主要方向 地區直選就改了10個選區 即是你們民建聯又怎樣去部署和怎樣調配呢 當然民建聯自創黨以來一路我們都立足在地區 在地區直選是我們的可以說是比較強項 但是在現在新的選舉安排之下 就算你在數字上理論看 你拿到盡你都是20席的了 作為一個政黨你要在立法會裏面 是爭取一個更大的發言權 你無可避免你就要在其他好像工人組別 和選舉委員會這個新的組別裏面是拿更多的議席 所以我相信在未來不單止地區直選 在其他這些地方 我們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成員去出選 爭取更多的議席和更大的發言權 即民主派都說雖然選舉制度改動了 即可能施政可能會唱順了 但未必得到市民的支持 那你們又會怎樣去把一個很深層次的一些矛盾去解決 怎樣去平衡這一批的聲音呢 當然一方面我們作為一個來自民間的政黨 我們怎樣去掌握民意 這方面我們一定會繼續加強我們的功夫 過去我們都做了一個政府和社會之間 一個民意的一個樞紐 這方面我們會繼續做和加強做 另一方面如果有一些其他過去的反對派政黨 他認為民建聯是代表不了他的 我認為他自己都應該在議會裏面 是代表他自己的支持者去向政府提出意見 我希望他能夠擺脫一個心膜 是能夠進入議會裏面 大家一起去解決社會問題 我想這個是比尼德不斷在這裏 揭絲底喊是否一言堂呢 是更加有實際的作用 你剛才也提到一言堂 現在很多都指新的選舉制度 可能就會造成這樣的局面 怎樣去撕一言堂 和一個橡皮圖章 這些標籤呢 怎樣去說服市民呢 我想透過在議會裏面 我們對政府的質詢 大家的制衡 我相信大家會看到在這方面 其實議員是我們有一個 為市民發聲的這個形象 舉個例子 近來在 例如在邊境 沙嶺的這個 所謂超級殯葬城的事件裏面 其實我們都是代表了社會的聲音 向政府是提出 在這方面是需要調整政府的政策 其實也都看到在這些地方 我們是更加能夠是掌握民意 也都可以提醒政府 令到政府在政策方面 是更加是配合現在香港的整體的發展 我相信這個會慢慢建立了一個 良好的一個行政 立法的關係 我想這個是我們未來香港發展的 一個真正的出路 而不是再是以前大家看到的 立法會都是一個吵吵吵吵的地方 大家在虛好光陰的地方 社會問題依舊的地方 我希望在完善了選舉安排之後 是能夠有一個新的局面 在香港裏面 那你剛才就說 就是希望有一個新的局面 就是會不會多了跨黨派的一些合作 我相信在一個正常的 一個議會的狀態之下 其實各個黨派之間 我相信都會有很多不同的協作在裏面 包括在不同的社會政策 我們怎樣能夠爭取更多黨派的支持 能夠凝聚更多的社會共識 一起能夠跟特區政府一起去解決 我們過去這麼多年來 我們所面對的未解決的路問題 包括教育 土地 又或者是醫生不足 這些問題我們講了很多年 但是過去立法會是沒有精力時間去做這些事情 我希望在世界的立法會裏面 我們能夠立法會和特區政府 一起去解決這些問題 令到市民見到完善了選舉安排之後 原來香港是可以一片新的天地 即接下來都會主要是聚焦在民生方面的問題 我想不單是民生 包括一些香港長遠的經濟發展 接下來究竟香港在大灣區裏面 我們怎樣是可以拿到我們的優勢去發展 令到香港的經濟引擎 是能夠再次發動起來 香港的定位是怎樣 我想這些其實香港市民都很想見到 在特區政府的大令之下 我們是能夠盡快找到這個位置 最後你也是法案委員會的副主席 你今次看條例草案 審議程序是否算是很快呢 預計今天會否完成了這個審議 其實今天我相信都不會 因為我相信今天都會有很多議員的發言 我相信起碼都要最快到明天的時間 其實之前在小組委員會和法案委員會 其實我們都用了差不多50個小時 進行這個逐條條文的審議 可以說是一個馬拉松式的一個審議的時間 當然有些人會說 過去其實立法會有些議案 不止50個小時 你50個小時是不是太少 第一我想要記得50個小時不少 第二件事就是這50個小時裏面 如果你有看回會議的直播 其實每一分鐘都很認真的審議 在過去立法會可能有些多過50個小時的審議 但50個小時裏面不是審議 不斷打中點人數、拉布、扔東西 繞亂議會的秩序是沒有進行過審議 所以我相信這50個小時可以這樣說 那個審議的含金量是很高 那個議政質素我認為是有在的 所以我可以見到一個審議 這一個審議會的 應該是很高興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